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你跟有些人在一起讲话 你会觉得很轻松呢 你有时候跟别人 另外一个人坐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地紧张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烦躁 实际上你已经心灵的磁场 受了它的影响了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一起吃饭 坐在一起 只要有一个人不讲话 这个脸板着 你讲笑话大家都笑不起来 很讨厌的这个人 对不对呀 今天你们大家都坐在一起 每个人都张开手 嘴巴在笑 对不对呀 那个张先生笑得最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嘴巴张着嘛 张先生 开心了 学佛了 对不对呀 所以学佛也是这样 当你学得越来越开心 那么你就是自己最好的法门了 当你学得你觉得不开心了 我不想再学了 那么你已经跟这个法门没有缘分了 就是这样 就是跟人跟人接触一样 是一种气场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被别人一说 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因为你自己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磁场 能够遮住它 拉住它 所以意念才会被人家带着走 他想说 很多人没有足异的人 就是心灵磁场不够的人 一听这个人说 哦 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他自己没有足异呀 对不对 所以要 这种人要念什么经呢 常念心经 我现在告诉你们 磁场的增加靠念经 明白吗 还有吃素 然后呢 因为心经呢 是增加你叫智慧磁场 很多人一碰到事情 爸爸这事情怎么样 没关系的 那你这样去做 那样去做 老板这个事情怎么办了 没办法 没关系 这样做那样做 它有智慧的磁场 念经啊 常念大悲咒 可以增加你心力的磁场 心力是什么 我有力量 我的心中有力量 愿力大的人呢 他的磁场就大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一定要好好修行 我一定要让我孩子 能够考出来 考在一个好的大学里面去 那你的愿力越大 你的磁场越大 所以说你孩子不行啊 可以的 你的孩子 没关系 你就一直这样 你让孩子有个信心 你的孩子真的能成功 所以对人间 很多人什么都害怕 就是心力不强 所以很多人 哎呦这个不可以做 这个会上当吗 哎呦这个会受骗吗 哎呦他会骗我吗 好心力不强 念大悲咒 所以记住了 心力不强会成负能量 记住了 多想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这个事情我应该做的 这叫正能量加持 如果今天觉得我害怕 这个事情不能做 那个事情我害怕 这个事情可能会做错 那你心中充满着负能量 所以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